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這裡分別有四個鬼城 剛才我說的就是上面那個 烏爾和魔鬼域 烏爾和魔鬼域 其他還有三個 今天我集中帶了一些相片來講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特別是在山頂 你說烏爾和 是的烏爾和這個是在山頂 因為它的形狀比較奇怪 當地蒙古人說 這個有個名字叫做 沙伊坦克爾西 他們的名字比較長 你的意思是那個鬼城的名字 是的 它的意思是 這是當地維吾爾族的畫 其實它的意思是說 它這個是魔鬼城 就是魔鬼住的地方 其實這個是典型瓦丹地貌的區域 雅丹的意思是 維吾爾族那一邊 其實是說一些山上的峭壁 的懸崖 全部在一些比較 鄰順的懸崖 比較高地 這個他們是這樣叫他們的名字 其實這個地方叫羅布浦 這個地方其實我想大家都有聽過 但是我想比較少人去 通常去都是去其他那三個 是一些低蛙地大的鬼城 即是另外那三個 是的 而根據一些研究人員說 其實為什麼會形成它這個在山頂裡 會有一些這麼鄰殉 而又這麼岩殘的岩石呢 原來是說應該 大約是一億年前左右 那裡應該是一個湖來的 只不過是說那個湖因為地殼的變動 我們可不可以去著照片 可以可以 那你會看到 這個是山頂來的 是 那你會看到其實它是一枝枝 它比它還尖碎 我們說 在 一些 好像海底的石頭 哦 那我們好像有另一張 純粹是見到 Top shot 一個尖頂 就是這個了 這個就是剛才那張的上面拍下來 沒錯 其實這裡的寬和長是5公里闊 10公里長的 它這個山頂 就是說整個山頂都是這些鱗殘的石 為什麼會叫做鬼城呢 第一 因為山頂是很大風 所以一有大風的時間 風吹過這些尖石而磨擦出來的聲音 就像VV聲 好像鬼叫的聲音 所以從來人們只會在下面觀賞 就很少會有人爬上去上面看 因為一聽到聲音就已經是無骨悚然 其實因為剛才我說 因為那裡應該他們估計以前是一個淡水湖 而因為在一億年前有恐龍時代的時間 即是有朱羅紀在前的時間 因為兩三次地殼變動 而讓它形成了頂上去 而形成了這個鬼城的存在 所以其實這個鬼城是當地人沒有人敢去的 因為有些人會自殺的時候 進去 出不回來 就會去那裡自殺 即是好像日本那樣 是的 有些是因為去救那些自殺的人 但從來沒有人出來 而 我們繼續想可以 而一路以來 就是 所以那裡的 傳 即是一路傳開來 就說那裡是鬼城 因為那裡是一個 索命拿命的地方 嗯 所以 加上 你看在不同的陽光打下去 它都有不同的顏色 其實很漂亮 我想 剛才彩色的那些 就已經在下面那些 是很偉麗 就不在頂上那些 是 剛才彩色下面那些 就是現在的 已經發展了旅遊區 嗯 但是那個山頂 就沒有開放 因為第一是太遠 第二就是 比較上是危險 所以我想多數都是在下面 山腳那裡看 那些彩色的岩石 會比較上是多一些 嗯 甚至乎 你會看到 這裡其實呢 也在山頂 我相信它這些 是用一些航拍 這個就不是尖的 是 因為它剛才也說 是長成十公里 是的 其中一個部分 有些是尖 有些就是這樣 藍藍藍藍藍 沒有那麼尖 所以整個地形 第一 不適合旅遊 那些應該是一些 航拍的部分 第二 因為是 當地人幾千年來 都傳說那裡是很猛鬼 而且去到那裡 你在下面已經聽到 山風上面那些 嗚嗚嗚嗚的聲音 其實你都不敢上去 嗯 所以先被封為 在新疆 維吾爾自治區 四個鬼城其中 一個最擾兒的一個 嗯 而剛才我們說的 蘑菇雲 其實一直在說 新疆 內蒙 甚至乎是 這裏 剛才 紅色的那個山 是 有一張照片 這張 這張 還有一張 在後面 應該是比較岩慘 這一張 其實一直在說 就是 火焰山 哦 這個就是火焰山 是啊 當年唐僧 去取西經 經過火焰山 所以其實 一直在說 為何新疆 內蒙 或者這些 這樣的地方 都會有 那麼多神話 那麼多神怪的東西 其實都是通往佛國 去取西經 就是我們說的 以前師頭之路 是必經的路段 所以你會看到 為何會有 那麼多神怪的東西出現 這個是齊典大聖 有沒有一些 那當然 有什麼似曾相識 那這些當然 已經成為了旅遊區 我相信這裡拍的畫 下面那個可能 都是演員扮 唐僧取西經 一定是 沒有玩 所以其實這些下面 那些大部分 都做了旅遊區 而有很多地方去不到 也不讓人去那些 就剛才我說的 山頂那些鬼城 火焰山另外一個 不同時段拍出來 它沒有那麼紅 那 那 一些地方 所以 因為 有唐僧取西經 有齊典大聖 所以有很多地方 都已經變成了旅遊區 但是依然存在了很多 不同的神話 故事 甚至乎 今時今日都說 有很多地方是不能去的 甚至乎 我們 Peter說的那個 那個 九層妖塔 那個 鬼吹燈 鬼吹燈 鬼吹燈的故事 其實那個 九層妖塔 也是在這裡 所以其實是 嘩 這張照片只是戴得 螢幕出不完 哈哈 我們可以消滅 縮小 給大家看 這個很明顯 已經變了旅遊勝地 但是 老實說 你有什麼看 就是看一堆沙 除了 走過去和大聖野拍照 和鐵線公子拍照 其實你也是 沒什麼看 因為其實《施漁之路》 是 很多人以前去走施路 都是說去感受 去沙漠那裏感受 走走 甚至乎也是 去感受一下當年 唐僧取西經 那個 歷程 嘩 那個年代 和現在這個年代 你真的感受到 當然是完全兩回事 現在去走 現在去走的 都是說坐車走 坐駱駝走 不會是你自己走的 剛才我說的 九層妖塔 亦都是當地 很多探險的人 都會去的 但是 這張照片 我相信是九層妖塔 的電影版 就模擬了出來 因為 現在對外公佈 在九層妖塔 其實在1996年的時候 考古學家在青海古墓 那裏發現了一個特殊的 墳墓 而在 新疆 內蒙 它屬於最大的 除了西安的秦皇 它屬於最大的 叫做 血懷一號大墓 它們叫做 在青海的古墓群 它說的是古墓群 在青海 在西藏 在新疆 在新疆 這些地方 是有很多的 勁人 在那裏做墳墓 去選擇去那裏做墳墓 而這個 叫做一號大墓 古怪故事 這麼多鬼怪的事情發生 因為 其實 這個九層妖塔 高 它說的所有的數字 其實都是估計 因為九層妖塔 到今時今日 只是開作了兩層 就是表面那兩層 下面那七層 是它們放棄了 沒有去開的 因為當然 第一 它們要保護古蹟 因為一畫下去 它們怕會整個很倒塌 第二 巨肢的人力 也太大 因為它高33米 即是九層裏面是33米 長是55米 寬是37米 根據當時的計算 如果要在當年來講 做這個古墓 大概是要一萬人 日以繼夜開工一年 才可以做得到 因為它怕 就是說 第一 再畫下去 會破壞了下面那個 原有的建築 第二 是因為地殼變動了很多次 所以它怕一畫 其實怕兩邊這樣倒下來 整個古蹟 當然 這個是對外公布的事 其實也有考古學家說 因為畫了兩層 已經發生了很多靈異古靈精怪 死人的事 所以 這個叫做 血懷一號大霧 其實畫了兩層 當年被譽為一個不祥的古墓 所以 是放棄了 當時 到今時今日 都沒有畫過 即已經無疾而終 就停了 當是國家的機密 所以根本有很多的報告 只不過是說 是之後的研究人員 私下留了出來 所以是沒有時間 亦都沒有實際的數據 可不可以去回到剛才那支 那支金剛棒 那支定海神針 你看那支 那支也是很大支 那支定海神針很厲害 還可以探天氣 所以 你會看到人有多高 那支針有多高 那其實 我又說 我覺得很無聊 第一 你只不過是告訴別人 曾經 他們三司徒經過這裏 其實這裏 老實說 除了後面的火焰山 就什麼都沒有 而建築了這麼大的東西出來 就是為了 滿足一些遊客 是 滿足當地政府 那個 教的旅遊業務 是 但是又完全 不像場 哈哈哈 即是他要整個 探熱針 其實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這裏究竟是有多熱 是 即是這裏的溫度 即是去聯想 當年他們在這裏的時候 又 又多慘 又多辛苦 其二 其二 他這裏的探熱針 又是做了日規 是啊 即是 中也是他 是啊 其實我覺得真是 探熱也是他 幸好我沒有去 哈哈 哈哈 所以在九層妖塔 講回九層妖塔裏 當時是發現了很多的絲綢 鞋 古代的一些文字記載 是一些對古代的遠古的歷史 一些真是很有錢的皇后 為什麼會選擇去那裏呢 好像剛才這樣說 因為在青海區 他們發現過很多很多的古墓群 剛才說的群 即是說不是一個 而且是很多個 而且以我懂一點的風水學來說 就算是群妖 其實在當年來講 所有的霧都有分陰陽 即是說你挖到一個 這個 血懷一號大霧 其實旁邊一定會有另外一個 就是一陰一陽一對的 即是等於好像群妖 其實群妖 你現在是公佈了一個 畫了那個萬人湧出來 其實一定在旁邊還有一個 不過 即是我們研究 無緣的人 我們會去想 第一 沒有這樣的價值 再去畫第二個 因為已經畫了第一個 第二 其實中國人也很害怕 是真的會爬傷了龍脈 因為你畫第二個 有龍師動眾 而畫出來又有同樣的東西 但你有沒有那個風險 就是會有道務者來 也會傷了中國的氣運 所以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考古學家 又或者當時的政府 是會放棄不去搞別的 即是等於好像現在很多人都說 還未找到曹操 或者是成吉思安 曹操好像找到 估計找到 成吉思安那個人未找到 其實我覺得是他們不去畫 其實以今時今日的科技 在地下下面有些什麼 你怎可能會找不到 對吧 這年現在那些叫比特幣 你也是這樣畫出來 這麼難畫 對吧 那怎會畫不到 所以其實呢 你會看到 剛才我說的崑崙山 因為是中國的祖山 即是說那裡的風水 是會對人的命 骨石會對他的後人 是有一定性的影響 而且是最大的 因為這等於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我們在這個 這個叫做廣東省 找一個所謂龍穴 已經可以說 發到有這麼多首富出來 無論中國也好 香港也好 更加何況你在那些的祖山裡面 如果真的找到一個 一個靈穴出來 這些一定是皇后來的 所以當年是有很多的皇后 選擇去到青海 在那裡找一些靈穴 其實很奇怪 很多人都說 大家都知道 找墓穴一定有靠山 但那些就好像是 平地來的 沙漠來的 河內有靠山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那裡海拔三千多 五千多米 其實那裡我們說 叫平陽龍 即是說 你站在那裡 其實已經是山頂 那裡已經是龍脈 你以為是沒有 一望無際 是沒有山 其實那裡已經是山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 在九層妖塔 是被譽為一個 不祥的墓穴 是 那裡 那裡 是 那裡